歷經一年的冷冷清清 近期機場總算恢復點人氣 只是人一多在機場的工作人員 不明也擔心 他們每天處在高風險的國門第一線 要幫忙量體溫 檢查行李還有查驗護照 結果他們卻沒有被列入 能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 因為醫師施錦中就提到 有出家師父的親人在機場上班 工作就是在幫忙量體溫 邊境管制第一線 卻沒有被列入可以施打 醫師就提醒 師父要請師父確認一下 做辦公室的都打了 結果國門第一線卻沒疫苗 市長鄭文燦看到後 立刻回覆 謝謝石醫師提醒 另外行政院已經召開跨部會會議 相信機場人員很快就能接種疫苗 過去的疫苗施打接種比例 有稍微低了一點 那因為這些同仁也在積極的 就是要向主管機關爭取 那由於機場在桃園 那過去桃園也有撥不少 一部分的比例來協助這個機場的人員的施打 師父雖然已經緊急撥了九百劑 只是機場上班的員工人數 多達三萬五千人 看起來似乎非常不夠 指揮中心也在開會後 預計在第二批莫德納疫苗 十六號確定會提撥一萬劑給交通部 將給認定二三類對象施打 其中包含國際航空的機組員 五千劑分配給地勤 航管人員還有空廚等等的相關員工 疫苗擴大接種 但眼看著數量還是不夠 雖然一步步開放給其他類別的民眾施打 目前接種意願也大幅提高 不過這一批日本贈送的AZ打完後 似乎還得再等等 TVBS新聞林志偉 謝倫桃源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